想进行这个划痕的测量必须用到这种五导图的测针 就是裸的一个针尖去接触被测面 而且要用到这个测原始轮廓这样一个功能 看到不进行滤波就是原始的起伏进行测量 我们来测一下试一下看走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形 看到第一段这个起伏 第二段起伏第三段起伏 我们看到了有个地方有个小小痕迹起伏 而这个痕迹的落差的高度和它的宽度呢 是可以通过尚未基软件去量出来的 尚未基软件的功用呢 我们有个类似的视频发给它看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